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航家乐观地认为马电讯将可维持稳固的营业额增长 并相信该公司将继续推进4G和5G光纤基础设施的部署 同时促进跟国内服务供应商的合作来配合国家数字网络计划 为了满足DNB的5G基础设施需求 马电讯提供的5G光纤租赁服务凸显了该公司致力于共享基础设施 来实现卓越的无限解决方案和服务 航家维持买入评级和6令吉90亿线的目标价 诺惺融 仿佛 婷屋 娃子 motors 吃 老 虎 感谢观看